老闆我把我旧iPhone换那个新手机 目前可以推荐你一台手机挂平板 你不用贴钱就可以直接换到 虾米卖旧手机能一次换到新机和平板 许多人拿到年终奖金趁着年前换机 但怎么换才划算呢 iPhone比较特别 比如说拿5S的来了领了年终来换 一定都是换i6或者i6 Plus 国迷还是很死忠 以iPhone5和5S来说 贴个12000到18000 就能换到最新的iPhone6和6 Plus 或是要换平价机 拿原价万元左右的中阶机 3000元以内包你换到各家的中阶款 不只手机其他3C产品也能换 原价33900的笔电直接杀到1万 被称作是影像怪兽的Canon单眼相机 也只要25000 但要买到小狗短袜 达人捕给你知道 卖二手的话 五的话大概可以卖到七八千 新品降价3000可以下手 但旧品可以再观望 5000元再决定 像是手机7到8000 相机打7到8折 都是便宜行情 追踪的话就是之后它 PO任何的讯息 你都可以收到FB的通知 这样会比较快 也能追踪订阅买家的脸书 就能得到第一手消息 过年前太久换新 也让自己换个好心情 东森财经新闻 小海何昆源 台北报导 需要您的过程 讯息 速公正 列� 点击 讯息 谢谢观看